一想到这里 江雨也不再废话 直接冲进了人群 然后跟龙轩轩走到了并排 你好啊漂亮的小姐姐 我是江雨 就是那个神医坠虚的主演 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这人直接无视了林凡 不过还没等到林凡发作 陆浩也赶紧冲了过来 小姐姐 我可是先认识你的啊 如果跟我 听着这两个人在这里大放厥词 说的也无非是自己家里怎么有钱 自己的星途多么顺畅 两个人依旧是没有把林凡放在眼里 那既然这样 这位同学 你可以把箱子交给这两位帅哥吗 既然这样 这位同学 你可以把手里的箱子交给这两位帅哥吗 林凡一愣 然后就会议了 哎呦哇去 怎么这么沉呢 陆浩准备显示一下自己的肌肉的 没想到差点出丑 小心别把你的胳膊给弄断了 还是看我的吧 江宇直接搂起袖子 露出了他那洁白的手臂 可惜 试了一下他就知道箱子到底有多沉了 两个人现在极为郁闷呢 这林凡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刚才看他一手提的一个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心中也是一阵无语 这个穷鬼 居然这么能装 林凡就这么双手还胸 跟着龙轩轩到了他的房间门口 而这两个小鲜肉呢 累得气喘吁吁的 这个 我现在可以得到你的微信了吗 陆浩有些焦急地问 还有我还有我 江宇也是争着说 当然 这一层可全部住的都是女生 而且不乏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他们现在把嫉妒的目光抛给了龙轩轩 什么玩意儿啊 不就是长得有几分姿色 还真是能装 切 众人的话让龙轩轩的面色一沉 她可是龙家的千金呢 即便是在燕京也没人敢这么说的 可惜还没等她说话呢 林凡那杀人的目光直接瞪了出去 这些女的跟林凡眼睛对视的瞬间 面色一变 甚至有的直接一个猎且 摔倒在地上 看到林凡已经暗中出手了 龙轩轩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也没再吭声 可是一旁的陆浩和江宇 也像是找到了讨好龙轩轩的机会 对着众女恶狠狠地说道 都给我闭嘴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啊 我的事情也是你们能够评论的 陆浩开骂 管好你们自己的事 别在这里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江宇也是直接骂道 对于这两人的举动 龙轩轩可没有丝毫的好感 刚才的时候 他们两个在听到众女说龙轩轩是借机上位的时候 这两人表情里都有一抹暗笑的样子 让他极为反感 那么就谢谢你们了 龙轩轩闭口不谈别的事 这时的两人脸上也是瞬间变黑啊 要知道 他们两个可是演艺圈有头有脸的人 这么去低声下气地要一个女人的联系方式 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谁知道 这龙轩轩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 这样一来 他们反而认为龙轩轩是在作 鲁浩翻脸了 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可不是你能耍的楷子 江宇也是面色阴沉 刚才的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立即消失了 哼 虽然我也看得出来 你是从大世家出来的人 不过有一点我想你应该明白 我背后的家族可是你不能想象的 我给你三天时间 要是还不明白该怎么选择 我劝你也不要想着会上位了 江宇的家族是花都的一个世家 底蕴相当不弱 看着两人哆哆逼人的样子 林凡凡犯犯起了一丝恶心 这群傻逼 八成是霸道总裁的戏码看多了 以为是个女人就会贴过来 咳咳 那个 小姐姐 不知道能不能邀请你一起吃个晚饭 林凡犯最终选择无视这两个人 他这句话一出口 突然想到这地方是封闭式的培训中心 当然了 是在培训中心的食堂 原本面色不善的龙萱萱 点了点头 好啊 嗯 一会儿收拾好了 你过来接我 至于这两位大人物嘛 希望你们不要再打扰我了 我可没有时间陪你们玩那种傻白甜 爱上霸道总裁的戏码 龙萱的态度异常坚决 两人心里感到一阵冰凉 他们感觉得出来 那种拒绝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你 鲁浩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继续说道 你给我记住 别让我知道你们背后的公司 否则他们很可能要更换演员了 江宇倒没说什么 而是冷冷地看了林凡一眼 毛子里多了一丝怨度